这一餐假烟,吃饭的人就这么多 其中还有临数这样的食货 云月心之前准备的四送一汤 肯定就不够用了 好在这里山谷自重 有点醒目仔在鼠 四只狗仔一看情况不对路 就走转巨兽山脈 弄了不少食材过来 主要还有野味 还有些少新鲜的野菜 就当一帮客人在客厅聊天的时候 林索苗成文两个人出行力 一个负责炸锅铲 一个负责烧彩 两兄弟配合得很默契 战炒炮炸炮撩咬顿 林索将从徒弟的树偷拾回来的厨艺 全部展示出来 时间紧就任务重 只是林索出力就不够 苗成文负责的火力就必须要捉 这个我都难不得苗大公子 自然之力哭哭哭哭用过去 而这样就弄到云月深 没什么事做了 搬了张椅坐在锤房之中 看着两个儿子就忙东忙西 急不急站起身 帮林索马抹面上的汗水 为此苗成文都吓了槽 控制火力往自己身上走 逼得自己整身大汗 然后把口就暗暗沉沉 就说那些汗弄蒙一对眼 哎呀你别管了 便宜仔都是仔 云月深于事就笑着 跟这个傻仔抹了汗 一餐饭下来 母子三人企乐融融 原本苗成文还以为 三个人见面 怎么都要抱着哭一大烂餐的了 结果根本就没有 因为说到底 云月深和林索这对母子 是江湖二女 哪有这么矫情呢 不是苗成文这种汽精的路数 这餐饭做完 云月深都将天使的九龙之力 全部收回来 最后一度强光 风声落在苗成文的身上 苗公子就坐地成圣 而且是九大圣伟合一 拿到了天使九龙之力的 全部使用权 九种神通 全部能在他身上 云月深和苗成文说 成文 你现在拥有的 就是当年云家祖师爷 和天使建立契约的 全部力量 后来随着云家祖师爷过身 日久天长的 天使就想着不认数了 所以我就唯有多花点时间 让他重新记起这份契约 今天落在成文里的身上 你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不单止有天使的力量契约 更加有后土一族的修为传承 同时也是我云月深的儿子 你在力量上已经不是凡人了 但是你的身份不会改变 永远都会是人类的一份子 得到了这样的力量 你考虑事情那时候 就要以全人类的高度 而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那么简单的了 知不知道 记住了 云月深就微微压着头 然后望向林朔那边 林朔这阵子也做了点想 一看妈妈这个神情 马上垂手低头 等到她老人家的指示 结果云月深眼圈都发红 不声一会买 林总灰手 云家传人云月深 当年抛夫弃子 离家出手 今日厚颜斗胆 恳请回归猎门林家 为丈夫守领 林朔一听 心都睡了 嘴唇震下震下 完全说不出话 结果林朔这一阵 妙姓运立刻趁机说 阿娘 既然那个家 你已经出走了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就不回去了 不要再受气 你来我家 我和秀儿敲信你了 傻子 云月深一边说 一边控制着情绪 我和你爹是兄妹 我怎么去你家 我和我爹早我分了家 他还他就我还我 我和你儿子 这东西不是假的 所以以后我们两爷爷 你是各论各的 他是你大哥 我是你儿子 没问题的 那也行 如果林朔不同意我回林家的话 那我就去你家 都是你这个儿子好 小时候又没有折腾过我 大了又懂得孝顺我 云月深就看着林朔 不像这个亲生儿子 就算我离家出走 但是很好丑丑 我都十月怀胎 把他生下来 还为了他一年奶 他现在半天都不出声 那是不是就是不要我 林朔本来就很伤心 结果家事被你儿子 搞到根本就没空伤心 心想这个不愧是自己亲生老母 九龙都可以收拾到 收拾自己这个儿子 更加不在话下了 列门总灰手就立即说 哎呀 娘啊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林家 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苗圣云马上喊 喂 你不要默默说大话 你才不要这么多废话 林朔挖了苗圣云一眼 云月深就闹了下头 从怀中摸索了一会儿 挤出了一只白色的班子 林朔一看 个心哒哒声跳了两夜 这件事他之前没见过实物 因为早除母亲失踪了 不过他见过图片 是认得到 这个是林家家主的信物 同时是列门总灰手的身份象征 龙骨班子 云月深拿着这只龙骨班子 暗暗沉沉地说 这只班子 是我当年随身带着的 就是想着 我将来如果可以回来 到那时候 如果你爹灵魅心欢 不要我了 而你大过儿子也不认我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只班子来要挟你们两父子 迫你们要认我 现在看来好像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林朔听到哭笑不得 阿梁啊 哪有你这么算计的儿子 那时候你还这么小 我怎么知道你大过了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爹我是知道的 一直都跟苗雪瓶他不清不楚那样 我如果一走 他肯定回头就去找苗雪瓶吧 那你已经失算了 我爹根本就没去找 那是因为我先一步就搞傻了苗雪瓶而已 云烈心一边赶着一边眨眨眼 随口小声说 唉 也就是后来我生他不在了 我才成全他 如果不是他就休想了他 你别这么大声啊 我被外边的薄瓶梁听到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来的了 你这种的陈年老躁不要吵了 苗雪瓶运都帮口 是呀是呀 雪瓶姑姑这么多年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唉 我也是和你们两个生下而已 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难道不可以说些心底说话吗 云烈心就坦淡起 然后担高头继续说 总之 当时既然我要走的 就一定要多考虑几步 免得到阵子 又很艰难回了 现在 是时候物归原主的了 云烈心说完 将龙骨班子套足在 林叔右手大拇指之上 然后用手摸了摸 林叔的臉 眼中是闪着雷花 我的林总灰手 大过儿子了 二十分钟之后 酒席餐桌上 宾主之间是把酒延宽 本来就是团聚的喜宴 现在对三个大西州的圣人来说 这件事都基本上定下来了 现在形势比人强 身上的神通换来两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这单买卖 他们觉得都不错 于是乎 退杯换盏 其中 陈天刚在酒桌上 更加是海量 拉着林叔 一杯摺一杯不停喝 桌上的菜 全部都是林叔做的 但在场的都不是一般人 平时山珍海味就不在话下了 所以林叔这份手艺 大家随便赚几句 主要都是看在他列门总灰手这个身份 畢竟不是专业的厨师 可以有这份手艺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而吃完之后真的觉得特别好的 就是在山谷那里 已经隐居了很久的一个人 和那四只狗了 这几位都不懂得煮菜 平时都是求求其其 打发一餐就算了 云月心都还好 畢竟在儿子和媳妇面前 他这个做奶奶的 都还是要面子的 所以比较注重吃相 那四只狗就真的忍不住了 吃到好吃 在植面底下 是这样拉着人 叫上边的人多给他们几个吃 这四只狗的底势 在植面上的人都知道 林索吃饭之前有介绍过 结果他们一拔那些人 其他人都算了 那三个圣人真是胆占心惊 这四位是二种皇帝 虽然神通就说没有了 但是圣人自己的神通 这阵子都没有了 而且大西州这几万年来 四位二种皇帝的地位 一直是尽压人类那些圣人 所以三位圣人哪敢态瞒他们 他们在下面一拔腹脚 三个人就先抱拳拱手 帮他们行礼 然后恭恭敬敬地 用对手捧着食物送进去 于是这顿饭 绝大多数落了四只狗的肚子 其中大哥套贴也是个吃货 吃得都不知多满意 用一只爪 拔了一下林索的大腿就说了 嗯 少爷 你这个手艺真的够一绝 要不我们四个以后跟你拔 林索的低头看了一下大嘴黑狗 真的觉得他生得挺丑的 有点看不上他 于是就说了 我家的宠物就够多了 苗城运见到就趕快说了 那就跟我拔了 你们四个放心 我那里是个海岛 地方就很大 任得你们玩的 什么都跟你弟弟争的 苗光啟黑口黑面地教训自己的儿子 这些是你妈妈的狗 你妈妈去哪 他们就去哪 轮到你差主意吗 先生 成云他都是为了婆罗洲的苗家着想 你会不会偏心了一点 确实 唐高杰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你这个小伙子为了讨好她的云三妹 食伤真的够了肉酸 苗光啟就不开心了 老堂 别喝了几杯马尿 要去乱说二十四才行 我林大哥在这儿 别胡说 你这种说话 随着苗光啟这句说话 众人不由自主地望向上左 这个位置正对着门口 是空着的 摆着一副碗筷 上面立着一块灵牌 而云月心和林索一左一右地 就坐在这个位置的边上 林索之前被李天刚灌了不少酒 这个时候已经喝到嗨嗨的了 整面都红了 醉眼声松 他拿起个酒杯 震震震震震震震 和空座上边的酒杯碰了一下 吐了利地说 爹 我找到阿梁了 我们俩子爷喝一杯 说完 林总灰手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然后哐声地吊了杯 咬咬声地哭了出来 这一趟狩猎队回程 真是窝窝窝一大群人马 人缘损失还是有的 云家九大户道人里的男公号死了 另外原本是列门九龙钉的杨老家主杨玉成 他也不在 南公号 他就是属于寿星公吊颈 贤命场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杨玉成的死 怎样都要和家属有个交代 原本苗成还想着 在杨宝坤的面前 稍微隐瞒一些 不要说实情给他听 反正不死都死了 怎样都要照顾家属的情绪 结果和林索一商量 发现这件事真是兜不到 因为如果杨玉成是站在列门这一边 然后战死了 那云月心这个布局 就要背起责任 所谓圣人之战 其实就是云月心授权混沌去做的 当然 具体怎样做 云月心是没有理由的 儿子来了 他自己的心都乱了 所以就等混沌他自由发挥了 但是列门总灰手的娘 就是所谓的幕后黑手 这件事怎么都走不脱的 杀父之仇是什么滋味 林索我最清楚的了 丫帕仇人是九龙之一的女拔 他都要想着报仇的 于是没必要隐瞒什么 只能够把实情告诉人家 杨老家主当时是站在大西州圣人那边 偷襲了苗光企 是他出杀招在先 结果苗老先生站高一着 而实际上 杨老家主但凡可以等一会儿 结果其实很快就出来了 两边的形势一看 他也肯定会迷途知返 可惜 命运就是这样的了 他那只黑龙棍 是杨家的家传兵器 林索带了过来 圆物凤环 杨宝坤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 一声不出地吃完一袋烟 他问 当时我爹来我这里拿黑龙棍 看似是这么心急的一款 其实是让我引诱总灰手去大西州 林索露了头 应该就是这样一回事了 杨老家主和我娘的用意是一样的 都是想让我们过去 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就不一样 一个是考验后辈 一个是切局陷害 当然就不一样了 杨宝坤很羞愧 对着林索普拳说话 总灰手啊 我爹一时糊涂 如今既然已经生死了 还望总灰手 对我阳家既往不咎 其实说到底 大家都没错 你爹的立场 是觉得大西州的圣人 和四个二种皇帝 能够更加好地利用九龙之力 对抗地菩萨 而不是我们列门中人 这种判断 以我们列门的立场来说 当然是错的了 只不过若果站在更高的层面 其实说不上什么是错的 杨宝坤另下头 大西州是畜生比人强 他身为猎门九龙钉 居然就更加相信畜生 不肯相信我们猎人 这个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的世纠这一点没什么意义呢 林索又把手上边一个盒 递给杨宝坤 这里是杨老家住的骨灰 带回去好好安葬 杨宝坤接过了骨灰盒 整面都黑了 他哼了一声说 哼 他在我还在强宝之时 就经常不回家 当年我娘经常跟我说 他肯定是辛苦重任 忙得回不了家 如今我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树 根本就不是他家 他家在大西州 五大圣人之一 别日帝国的武林盟主 妻妾成群二孙满堂 日子真是挺爽的 可怜我那个傻妈 临死前还叫她的名字呢 不过 不管怎么说也好 你们都知道是小折 他这样做 若个为了列门 甚至在关键时刻 还知道自己是列门中人 那我还可以认他这个老爸 但是现在看来 他没有做到 这样的老爸 我还认他把痞 就算我认了 楊家列祖列宗 也不会认的 他在大西州移书满堂 看怕也不止于断了香火 那我列门九龙 订楊家的祖宗池筒 他还是不要进了 说完这番话 楊宝坤随手一吊 把手上边的骨灰盒 吊了进大海里 这个时候 众人在回程 坐脚是安然好 四周围都有北欧南队护航 林索见到楊宝坤 躲回座位 也不好出声 这些都是人家的家事 列门总灰手 唯有拍了一下老羊的肩膀 稍作安慰 然后就说了 如今列门的九龙钉 其他八家都已经没了 只剩下你们羊家 你们羊家世代监视的天使 九龙之力如今 都被列门所得 而其他的九龙 也不是和我们结盟 也不是和我们敌对 还有一个女拔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基本上敌我已分 所以我认为 九龙钉也没有什么必要存在了 说实话 本来钉都钉不住 是拿你们做炮灰而已 说到这里 林索停了一下 看了是楊宝坤的反应 楊宝坤普拳说首话 总灰手单说无妨 我楊家必当遵从号令 楊叔 你和我不要这么客气 我的想法是 以后楊家就正式成为列门的家族之一 当然新家的家族 只可以订回个三寸的门楼 如果不是其他家族就不服 但是 列门的平背蒙礼 之前我第一次谈过来的 打算将间隔缩短一点 百年时间太长了 中间隔着几代人 之前列门是相对松散的民间组织 牌子论背比较重要 有嘴建立基本的秩序 而如今 我是有了昆仑山的项目 的阴霸研究会论 组织架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杯份就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具体的职模 所以 平背这件事就没什么所谓了 另外 盟礼亦无从谈起 本来就一个组织的 河内同盟之说 当然 平背蒙礼 我们列门的老传统 名字可以延续 然后间隔 从百年变成十年 这样国家的每一代出色列人 都可以在巅峰期 为各自家族 争取九寸 甚至九寸九的地位 同时可以互相竞技 去拔高列门的传承 所以 杨叔 你的地家暂时是三寸 不过上届平背蒙礼 我在西宏堡那里蹲了七年 其实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再有两年 下街蒙礼就开 你们阳家就可以冲击一下九寸门栏 杨宏堡听完之后 闹了下头 然后又拎了下头 要看我的儿子杨盛智 是否有这样的能耐 哦 杨世卿我还没见过 想到一定是修为征占一表人才 已经被我这个爹强了 我今趟出来 我们就已经把杨家托父祖给他 总会守以后要找杨家 就跟他联系了 好 两人聊天就在安南号的甲板那里 这次来大西州 他们两个一个找娘 另外一个找爹 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实际上 林索找的是人 要把娘找回来 而杨宏堡 他要找的是一个确定的讯息 他没想着把老爷子请回家 所以这两个人 现在都算是得常所愿了 和杨宏堡告别之后 林索回到船舱里 林索在安南号的船舱 其实是一间观影厅改造出来的 如果不是的话 真是用不下这么多人 这个时候 屋里面都不知多热闹 两个阿娘 三个夫人都在 几个夫人暂时都不敢去 云月心面前照 因为都摸不准 奶奶是什么脾性的 正在陪着云月心聊天 是苗雪萍 阿姐 我看你的样子比我更年轻 只不过就是整头白发显得老了些 不如这样吧 稍后就等我带你去做头发 焗油 我们船上有发型师的 那小孩手术挺好的 我…就这样算了 云月心摸了自己的臉 都几十岁了 还搞这些事干什么 那又不是这么说了 你是列门的第一美女 你不搞这些 那我这个第二美女怎么办 难道我把头发染白她 云月心身手摸了一下苗雪萍的背脊 她说 雪萍,我们现在两个都是百姨婆 老人就要有老人的样子 扮靚这些事都是媳妇的事 我们欠什么呢 我听说了 在西黄母的意识空间里面 你还差点被她选了 做林索的五夫人 你说你,苗雪萍 你对你想做什么? 老那个不在 难道小那个你也不想放过? 云月心这番说话就厉害了 把苗雪萍冷汗都说到飙了出来 哎呀,阿姐 你真的千万不要误会 儿子是好 但是再好也是儿子 你知道就好了 云月心指了一下苗雪萍的一头瘦髮 你呀 那些头发原本是什么颜色的 就是什么颜色 以后不准染了 啊? 哦, 阿姐你怎么说怎么好呢? 苗雪萍扁闹了下头 不敢出声了 这阵子 林索刚刚好走进来 看到苗雪萍在云月心面前 惊惊惊惊惊惊的样子 心里面真的有点不忍 练门总灰手走到她娘和儿娘后边 她说 阿娘呀, 你不要试欺儿娘 我没想到 这阵子就会听到 一根臉都会倒下 委屈地对着苗雪萍就说了 唉 你看看 儿子是欺负你的 他也不站在我这边 苗雪萍这个时候临闯持腰 又大胆了 她说 鬼叫你三十年都不贼家 如果说做娘的 你又真的没有我做得好的 弘月心转转头 望了一下林索说 儿子 你看看 我欺得到他吗 是他欺我而已 林索这个时候 真是头壳都赤了 两儿子那么多年没见 争下来的感情是很多的 做娘那个 心急想要弥补 有阵子又把握不好分寸 而娘的性格 也是被她自己 这一身能力去种出来的 她稍微有些强势的同时 又有些傻奸奸 想得这么周到 很多东西什么都不理 也就是像她这样 才能够有那股英气 当年 抛家弃子 说走就走 整个江湖大盒 但是这份英勇之气 如果放在家里 有时候 很容易就会拆枪走火 变成了一盏 不是这么省油的灯 原本林索家里有五个夫人 已经够乱了 但幸好 做妈妈的就只有一个 这个时候 连妈妈都有两个 还有四个小孩 加上起床 十一碗水 全部都要端得平一平 她这个一家之主 真是太难了 想到她以后的日子 列门肿灰手的头皮 一阵发马 不过眼前的事 她还是要劝一下 阿娘 你花容月貌 这个不是没有老人样 而是体现我家百夜公的审美 百夜公家诊人 虽然就不在这里 不过她的精神 就在我们家 所以你和儿娘 该美容就美容 该做头发就做头发 说到这里 林索望了房间里 三个老婆 笑着说 你们都不用担心 他们三个的 你们的儿子我眼光都不差 他们一个一个国色天向 你们如果不打扮打扮 真是不如他们 苗雪萍就对云月心说了 嘿 阿姐 你听不听到 你不要那么自我感觉良好 你个儿子 是嫌弃我们两个年老色衰 失礼岳山 我没这个意思 云月心哼了一声 拉着苗雪萍站起来 走吧妹妹 我们去做头发 这一天的夜晚 安南豪已经进入了印度洋里边 很快就可以抵达 华夏的南海 而护航的舰队 也从外母家的北欧舰队 从今天下午开始 完成了华夏的南海南队 印度那边的态度相当曖昧 原本想说加入护航之中 结果林叔看不上那几艘烂车 拒绝了 而也就是这晚 林叔和可伦那边 弄了个视频通话 将之前的买卖结算一下 就这件事 林叔实实也不是很好意思 因为他去大西州 是接触欧盟的买卖 作为先显队 去了解大西州的情况 从而帮欧盟 与大西州进一步的正式接触 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基础这件事 林叔就不亏心的 那确实基础打得很好 尤其是天兰帝国里面的米亚公国 非常乐意与欧盟结交 视频画面一着 对面的两个女人 阿伊提尼斯 就坐在可伦的身边 米亚女公爵 只在欧洲教皇那里有好访问 只不过问题就在于 华夏和大西州 两大帝国的战略合作框架 都敲定下来 欧盟这些书 也只是公国建交那么大把 两边一比 明眼人都知道 列门总灰手 是借着公家的买卖 做司火爷 只不过是国家大义在先 林叔都没办法 现在就只可以在这位义妹面前 杀了个无礼 妹妹 这件事你不可以怪哥哥的 是你嫂子跟我在抢买卖而已 我还在米亚公局的时候 她已经带人进了列日帝国皇宫了 你哥哥我打猎就很在行的 只不过外交谈判 实在一跳不通 玩不过你嫂子他们 我已经进力了 而海伦在屏幕的对面 翻白了 阿哥 好心理了 说这些东西 你自己都不相信 是吗 真的是这样的 不信你问阿尼提尼斯 阿尼提尼斯 和海伦是并排的坐 一起控制了镜头的面前 这阵子这位米亚女公爵 在柳梅都市中约破岸 她说 唉 林硕啊林硕 我就说了 你当时又怎么会对米亚公国的事 这么上心呢 你不单止帮我拿回女公爵的位置 还不惜和我假结婚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哦 搞了半天 你在那里拖着你这支队伍的进度 这样就可以令到苏联抽他们 在大西州的南边才打开局面 是不是 师姐 你这么说就很伤我心了 我为你着想 用样子都听你的话的 难道还做错了吗 那你听我说话 就要听到尾 哼 一听到苏联抽在南边 已经搞定了 你在我这里 就反而不认人 海伦啊 你是不知道的 她不单止 确定把我送出大西州 之前 还给了一封休书 她还给了我 旁边的海伦 一面惊讶地掩着口说 嘩 阿哥 真的看不出你 原来你这么诚 哎呀 这幽书这些东西 你都做得出的 唉 是她才和我假结婚 那她既然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就这样吧 高手过招 刀枪没眼 谁都不可以怪谁 艾迪尼斯的生气 这么说 哎呀 你看看她 还这么得戏 海伦啊 这种渣男 你还认她做阿哥 而此时 苗圣运拱门而入 控到了林索的身边 和四贫对面的艾迪尼斯说 行了 工作大人 你都不要说教皇 你们的情况差不多 什么姐姐妹妹 等等 到底什么回事 你们心中有数 我看这样 林索学校里面 还有个齐老师 到时候 你们三个人 拉回个裙子 我估计你们 有很多共同语言 我估计